你可能无法想象世界上最惨酷的监狱会是什么样 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进入监狱 提起最惨酷监狱 难免让人心中忐忑,坠坠不安 格鲁吉亚·格尔达尼监狱 2012年,格鲁吉亚举国被一段视频震撼了 记录了狱警野蛮对待囚犯的事件 包括强奸和暴力侵犯 格鲁吉亚是欧洲大陆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但格鲁吉亚拥有欧洲最高的监禁率 无罪释放率低于0.1% 卢旺达·吉塔拉玛中央监狱 吉塔拉玛中央监狱被形容为地球上的地狱 据报道,地狱中已经没有剩余空间 因为它已经人满没欢 囚犯们在没有屋顶的监狱里生活 睡觉、吃饭、腐烂和死亡 平均不到一平方米就挤着四名囚犯 有人在里面经历了长达16年的猎狱 也没受审 委内瑞拉·罗德奥监狱 在总统乌克查韦斯的统治下 委内瑞拉的犯罪率飙升 监狱甚至开始出现过度拥挤的情况 去年该国的监狱人口猛增到5万人 其中五分之三的人被受审判 查韦斯本人也形容 委内瑞拉监狱系统为第五地狱的大门 叙利亚塔德莫军事监狱 塔德莫军事监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监狱之一 国际特赦组织指出 该监狱简直就是为了收化囚犯而建 在这所监狱发生的暴行令人震惊 1980年6月 时任总统海菲兹·阿萨德下令叙利亚士兵杀死任何一个囚犯 以报复穆斯林兄弟会的袭击事件 朝鲜惠宁集中营 外界对朝鲜臭名着的惠宁集中营所知甚少 它通常被称为22营 这是一个政治犯的终身聚留营 也被称为死亡营 常被拿去与奥斯微信集中营做比较 微信照片显示 这个据称能容纳5万名囚犯的集中营是一个大型基地 据称营里关押着持不同政见者家属的三代人 以确保证持不同政见者的根源完全被清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